今天的一場演習是陸軍使軍團早上在台中線外海 進行年度火炮實彈射擊 十二門大口進了流炮 總共射擊48發的炮彈 場面相當的震撼 而且軍方為了避免觸及生態保育的議題 所以還刻意避開了布拉西劑還有紅鳥劑 並且四天的射擊行程濃縮在一天就完成了 15公里口徑的牽引流炮 火光從炮管射出時威力十足 但真正震撼的是這一刻 十二門火炮齊發 炮陣地方圓兩公里內都能感受到射擊時的震動 33秒之後火炮監准命中在9.6公里的外海彈著點上 立刻激起了十多公尺高的浪花 陸軍使軍團的火炮射擊一年才一次 透過實彈射擊一方面驗證裝備保養精良 更要模擬共軍進犯台海的對抗能力 但地點選在了生態資源豐富的高美實地 這厲害關係非同小可 我們了解了這個魚劑的問題 本來我們選定的是在6月9號 那後來我們知道了這個狀況 我們主動將我們的射擊的時間 從6月9號調到了今天 我們也避開了人工魚膠了 我想這個大家都可以放心 跳過了6月初的布拉伊劑 又提前在猴鳥劑前射擊 軍方還將過去4天的射擊時程縮短成一天內完成 演習視同作戰之外 也沒有忘記敦氣慕鈴 明視新聞 喬主任 基隆 SNS小組 台中報導